本席从2022年的部分区投入之后 从国际竞争力 女权保障 还有营法经济等感到有兴趣 那也希望个人能超越党派 让社会和谐 对民生有帮助 那今天就是针对这个国际竞争力的部分 跟院长讨论 我想请问一下院长 就您的了解台湾目前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呢 还有从台湾今年的景气的看法 台湾在许多方面其实是表现亮眼 当然我们还有很大要努力的空间 对 那如果以比较权威性的IMD的世界竞争力指数 我们大概今年是排到第七 那这大概是九年来是最好的成绩 那很明显我们都有共识在 刚刚讲的这个GCI跟WCI的部分 认同院长跟部长所讲的 今年为12名 数字整体来讲是非常的亮眼的 可是我也认同就是说 从永续的角度是稍微弱了一些 我也在想了解一下 像这个是世界经济论坛的GCI 我们可以看到是从行政院主计总处 公布的数字 近十年来的每户五等份位 所得的差距 现在很明显的上升趋势 其实这个数字呢 我所了解就是说 台湾人最富有的20% 以最穷的20%之间 其实差距是越来越大 那这个部分呢对我来说是比较担忧的 虽然台湾总评比前七名 可是下一页的话呢 相对比呢 台湾的部分不要讲亚洲四小龙 就算是现在的这个亚洲四小虎 虽然马来西亚的总排行比是为32名 刚刚台湾稍微弱的一些的像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跟基本建设上 马来西亚的这个数字单来讲是比台湾来的强一些 那这个是可能台湾可以加强的部分 我们当初一定要支持这个前瞻基础建设 那尤其是在数位建设上面 因为台湾是近出口国 所以在永续指数以及国际接轨 这个在企业在国际竞争令上是相当的重要 其实本期看到欧盟这几年推动许多ESG相关的法案 包含企业永续报导指令 就是这个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 还有这个强制企业提供一些外部审查的ESG报告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绿色债券的部分EU Green Bond Regulation 也让企业能够透明的发行律债来取得转型的资金 缺乏技术以及资源的中小企业 也可以由企业永续警察指令的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Directive 要求大企业必须辅导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 所以可以看到这说欧盟不仅是从后端要求揭露ESG 也要求前端提供投资优惠以及辅导中的中小企业来协助转型 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回到台湾 现在政府有什么样相关的政策 有关于这个SDG联合国的这个17项的永续的指标 现在都列在里面 那每年都做管考 然后希望达到一些相关目标 那您刚才提到的有关于绿色债券 包括了这个绿色金融的部分 那现在因为是金管会主政 它也进入到这个绿色金融的2.0 继续就分享一些欧盟的一些做法的话 从2024年 他们把2018年的这个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就是非金融财务项目的部分 转变成为CSRD 就是7月永续报告指令 透过一致的指标三方认证以及更详细的资讯揭露 以确保ESC的数字跟品质 以信赖度 那这个部分其实它有包含国内的经济部 工商商业农业 甚至于能源主管的部分 那是不是台湾有类似这样子的做法 目前政府这边 是不是可以协助来防避这所谓的 漂绿 Greenwashing呢 1.0的时候我们是尽量鼓励 但是到2.0的时候就会做一些分类 就是什么样才叫做真正的绿色金融 所以它只要分类一出来 就非常明确 就不会产生有一些BOM 它号称是绿色的 但是基本上做的不是 好谢谢 其实欧盟也是最近在推动 他们也没有做的很完整 所以觉得台湾这样开始 也不会差人家速度太晚 谢谢您 这个部分呢 也是看到就是说 从台湾ESG的关卡 个人办公室整理出来 就是说那看到一些五大挑战 目前每一项都跟数据有关 目前研究状况 八成的企业在台湾都没有做 那请问经济部如何协助企业碳盘查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目标跟行程呢 这个碳盘查确实是要针对 因为台湾的制造业跟服务业的量体很大 用群聚的效果 让他们知道要去做碳盘查 有具体的落实 这个我们都会持续再去追踪 是不是有一个那个目标的过程 短中长期的部分 八尾我补充一下 第一批的这个287家 基本上在原来的温管法里面就有强制要求 它的盘查就要盘点出来 也请这个中小企业放心 我们一定会做好准备才会进到下一步 第一批的287家已经盘出来以后 也慢慢的把它加强起来 会用更多的辅导方法 让这个盘查的工作会更顺利 好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学姐黄敬盈 比起熊赞 我更需要你们帮我按个赞 一年中我最爱的月份就是你的订阅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学姐爱你喔 啾咪 感谢观众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